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对象的他就是阿飞 他就是 可能比我高 然后瘦一点 身材好一点 出门的地点 忘了 车上吧 点影像喔 就是跟我一般般高的胖子 听到他讲的第一句话是脏话 这是我对他第一印象是个熊看的女生 他最爱吃的 其实他对吃真的没有要求 鸡蛋糕 我最爱吃的 应该没有他不喜欢吃的食物 其实我对什么好吃的都爱吃 我什么时候让他感到最迷人 蛤 什么时候最迷人喔 生病的时候 因为生病的时候他会特别的 特别的温柔会粘在上面 那时候很迷人 那另外一个答案是 他很 很认真在享受他 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这六年的时间里面 除了饮食之外 你对我最不满意的是什么 就是跟他讲的话都没在听 开车开太快 五官中哪里最好看喔 皮肤顺文 糟糕 这什么问题 应该就皮肤吧 耳朵顺吗 皮肤闷闷白的 最难忘 我先想不出来 我先想不出来 他因为 担心我之后的身体 然后就比我整身 爱是什么 爱就是 互相包容 你会为对方 就是无怨无悔的付出吗 他是一个很贴心的人 他会注意我的身体状况 他是一个 虽然说外表看起来很坚强 但是其实是 内心 我觉得他内心算是 蛮脆弱 而且需要人陪 会帮我提东西 拆块套 就是一些细心的小动作 他都会注意到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其实你时间久了 会觉得是应该走向人生的下一步 求婚的时候 他说他要开着南瓜马车 帮我带回家 婚礼呢 就是跟对方说 就是 除了成功还是要实现 我们其实筹划 这个婚礼有一阵子了 然后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婚礼 然后谢谢你们来参加 嗯 你们的祝福我们都有说到 那我们也会努力 维持我们的幸福 一直到老 待会可能呢 会有一个桥段是要我们亲一个 我们就在萤幕上先亲一个 好了 是不是这样 应该是 等一下应该还会 对 VV 你比较喜欢妈妈和爸爸 嗯 你比较喜欢妈妈和爸爸 VV 不要走 你比较喜欢妈妈 对 我来打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